各位同學 我問的東西可能是在洗手間 等我再回答另一個問題 等我再回答 你們問題既然可以提出來 越竊近自己核心的困惑的越好 書本上的知識 其實多讀簡、註簡 多參考一下也就是 那是次要的 貼近自己生命的問題才是關鍵的 貼近自己生命的問題也不要 說不好意思 沒有關鍵 我們大家都是 可以說是一起來學習 那 所以就什麼問題盡量 這樣提出來 那我先那個 你想一想 我先回答這個月的問題 好了 禮月禮月嘛 這個是留學的兩個重要的要素 嗯 古禮 我順便回答你也好 古禮其實基本上不太能夠行於今日 但是我們要存這個禮的意思 意思基本上對人的尊重 時時刻刻尊重別人 你當你尊重別人的時候 其實你的這個 這個言詢、舉止當中 我們自然會對於對方 有所 敬意 會照顧到對方 就會產生一個 符合我們現代人的一種 適當的彼此 對待的禮儀 那 我們現代人 大概必須透過我們自己的生活的時間 具實現發展出屬於我們現代人的禮儀 可以參考古禮 但是不比 這個 居首 樂呢 的情況也是類似 也是類似 古樂呢 於今日呢 基本上也不太能夠復行 而 我們聽西樂呢 卻又常常覺得說 這個 不僅能夠契合我們的心理 因為他的人生 我們怎麼辦呢 也是要靠我們的努力 所以這個事情 並沒有一個 怎麼說呢 Easy Solution 那一個容易的答案 真要找到符合我們現代 屬於我們華人的真正的新生的音樂 是需要長期的努力的 但是在過程上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先學一些古樂 傳下來的這個音樂 也學習它的中間的精神 就像我們學禮也是一樣的 不拘手 但是要懂得以前這個道理的精神 古樂而傳於經呢 其實最純粹的默估於古琴 所以其實大家 有機會的話 可以學學古琴的 古琴要怎麼學 有一點麻煩 因為 目前在台灣不容易找到好的老師 其實 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 大陸上還有幾位 老先生 老太太們 還能夠談 譬如說叫吳釗王迪 不是最出名的 不是最出名的 最出名的幾個都是演奏家 演奏家 不對了 這個 那個其實像公衣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知道 這個都是其實次一級的 還有支 他們會有出一些教學的袋子 像在那個長安國樂社 你們知道 長安國樂社 那個地方可以買得到 像吳釗的教學錄音袋 釗是李大釗的釗 一個金字旁 金刀釗 他教練錄音袋 然後你慢慢接觸那個音 你慢慢懂得 所謂一級的琴之在哪裡 那在台灣這邊 可以先學一個入門 不容易找到好的 其實我聽了很多年 就是因為 這種東西 真要講就是 就是因為學鋼琴一樣 入手最好就是好的老師 要改將來難 在改進來 這是一個情況 所以可見古樂是衰尾 那 但是有一些 有一個古琴系列的 錄音帶 那是當年的北京的古琴學會 他們走訪大陸各地 當時在文革前還存留的大師 大家們錄了一套錄音帶 可以找得到 大概從一九 他們從一九六一年錄到六三六四吧 可能六四年前 可能六四年前 那個指的是青 所以 古人說 琴其書畫 好不好 琴主要指的就是古琴 古真跟古琴不一樣 古真其實是 後來已經 沒有那麼純粹了 但是當然也可學 吳琴、笛都一樣 吳琴、笛、古真真也都可學 好歹在中國也這麼長時間 還有琵琶 它都有一些比較後來的變化 或者外來的影響 不過我也不排斥外 因為中國文化從來也不是個純粹的 所謂不變的東西 我記得剛講完 衛琴南北朝 其實隨唐根本是個無害融合的文化 所以本來也不是一定要純粹 所以像琵琶、吳琴 這是外來 也融入中國的傳統 所以最古的莫為古琴 其它是這一些 那這個能教的人比較多 可以學 各有所得 因為其實從唐代的時候 唐代的這一個樂坊裡頭 有交十種音樂 有九種都是弧樂 那唐朝究竟如此 只有一種傳統的中國的雅樂 它什麼秋磁樂啊 這個西洋樂 還有朝鮮樂 很多也很有趣 所以中國的音樂 從來並不是說不容納外國音樂 唐朝就容納 而且唐朝你們知道 唐玄宗是最有名的 對不對 他這個懂音律 善於音律的 所以說梨原子弟 梨原子弟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唐玄宗他弄了一個梨原 那麼 報稱梨原子弟說 我們當時原來就是皇帝的 皇帝的這個土地啊 唐玄宗喜歡這個事情 所以 其實本來就容納很多的 這個西方的 在當時是西方 也是西方的音樂 那麼到了今天呢 我們一方面 可以盡量學國樂 那也學得西方的東西 容納出我們自己的現代的 屬於我們自己的音樂來 我簡單這麼說 然後主要知道 然後主要知道 時代變 生活環境變 制度變 都要變的 不能拘手 只是那個核心的原理 是要你們繼續懂得的 這原理在什麼 就是 樂其實是發出我們自己內心的 深切的情感 讓生命豐富美好 所以 現代的音樂 常常有的說 脫離了這一種 美好 跟光明善良的意思 那有些音樂讓人墮落 那就很糟糕了 像有一些 後期的搖滾樂 亂七八糟 什麼 Heavy Metal Music 什麼之類 樂把樂 亂七八糟 東西很多 早期的搖滾樂 有些還不錯的 classical rock 有些還不錯 古典搖滾 搖滾不見得都不好 好 好 有沒有其他任何問題 好 請問你可以盡量問一下 來 請問一下 像居屬公 直視鏡的人 從那個居屬公 例如說 我們沒有在跟別人交往的過程當中 平常在日常生活中 處一個公敬人太多 那我覺得 我自己抓不太到那個 那個感覺 那 孔子仁強調 人與人之間相處 但如果沒有在跟人相處的時候 自己督促的時候 怎麼去勝利 你自己 即使一個人獨處的時候 那麼 那麼 你都對於你自己的人生 呢 是採取 一種 尊重的態度 那麼 你才會覺得說 所以尊重了公敬的態度 其實你才會把你自己的生命力 跟你生命的最美好的一面 才會充滿發揮的 所以 公敬 戒慎將事 並不會成為一種約束 反而是 讓自己不斷能夠進步上達的一個辦法 那 君子聖讀 更進一步的 講這個事情 因為 我們一個人容易懈怠 一個人容易 一個人都處的時候 甚至於 有時候容易 這個 保暖私盈慾 做一些 這樣或那樣子的事情 可是 如果說 做了這件事情 通常之後 自己會不愉快的 不喜歡的 你還要喜歡自己 做的事情 是讓自己的人生 能夠變得更美好的 所以 居處公或的聖讀 其實不過 就是尊重自己的人生 讓自己盡量去做 那一些 讓帶來生命美好的事情 所以 那麽 你的人生就會越來越好 而不是造成自己的拘束 所以 我每天 坐到家裡很恭敬 坐了半天 氣都不順了 這個 不是那樣子 這樣明白吧 其實 就像說 有的時候 你會想 有的時候 你比如說 有一陣子 只要讀書 讀得很開心的時候 每天早上起來 七八點 運動一下 過去還讀書 很專心 坐完休息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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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做一個 鍛鍊自己的事情 每天 都覺得 朝氣蓬勃有進步 這就是居處公 懂得意思嗎 其實自己就是居處公 聽懂得意思嗎 居處公 會讓你自己對自己的生命 很滿意很喜歡 簡單 如果居處公 居處公 都自己氣都憋了 那就不對了 還沒其他的問題 還沒其他問題 還沒其他問題 也沒其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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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給你這次 兩位有比較小的 有問題 就是在這一篇當中 出現兩次 那個 雲惡 哪個雲惡 雲惡 就是不知道 不是這樣是雲惡 不是這樣是雲惡 那上面你寫的解釋 就是說 有什麼文章 也有什麼文章 是有意思嗎 那我的印象是在 以前學這個篇章的時候 你的 卓文老師說 這兩字要用 文章的畫 去念 那什麼 它念成安內 那是一種解讀 我不曉得這樣的解讀 用什麼話呀 用你來畫 用安捏 就說不知老之將至 我是不太懂 因為孔子是魯人 他應該不會講美男話 為什麼要變成安捏 我不懂 這個我不知道 那個我不知道 他特別解釋 這個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老子將至銀耳 這個基本上是一種比較著詞的意思 不是老子將至銀耳 可以 你可以去查到這個東西再說 好不好 我也不找他 再去看看 孫明 老師我聽到學長問 我突然也想到 之前我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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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語是孔子講過的話 你把它記錄下來嗎 但是我記得以前上課的時候 好像 就是 有印象之前 有老師提過就是 以前古代的人講話也是滿白話的 是在文章的時候才會用到像文言文那樣的 比較難的文字 這樣子 那這樣子 從而一看來 好像他們以前的人講話也是非常的文言 這個不是完全的口語 這是對於口語的記錄 但記的方式是 記他的這個要點 所以是帶有口語的味道 但是 基本上還是文言的東西 孔子不會講話 就光講那兩個字不會啦 他不會這麼講很奇怪 很奇怪的 隨便那兩句都知道 沒有人那樣講話的 就是這樣 都會那樣講 還有其他的問題 孔子說一段 他把那一段的要意記下來 基本上是這樣 謝謝 老師您好 我是台大的鄰居 我的小孩也在台大 您好 我有機會來上課 我的小孩 歡迎 歡迎 在這一章節裡面 能講到孔漢貴 我就想到我自己是一個集集的女 喜歡好大 沒有別人 可是常常也覺得 錢多了也沒什麼好處 然後今天又聽老師講 我很想從老師那兒得到 得到一個限度 就是怎麼樣 能夠把握自己 那個對於富貴的確定 我想其實 比較有人生的經驗之後 慢慢都會覺得說 其實追求富貴很辛苦 而且也會帶來很多的問題 而且也不能解決更多的問題 其實像我們家的親人當中 朋友當中 也有類似情況 就是說 有的人 也是到了老 其實 發現這一輩子 真正很在乎 希望能夠多留機一點 這個錢財 因為這人是常情 你看到哪個店裡 但是如果說 真正是 心心念念 都在這個 求富上 其實真正是會給自己 帶來很多的問題 也給自己旁邊的 帶來很多的問題 而且往往也會 因此而喪失很多的情感 可能原來有了良好的情感 無論是家人 甚至於朋友 其實 追求富 這個我想普遍的經驗 最後就是 求富求貴 這些問題都帶來多少 求富 就會帶來很多 求貴會去更多 貴還有一個政治上的鬥爭的問題 所以說商場的鬥爭 還沒有政治的鬥爭 那個慘烈 反正現在人的政治鬥爭 那就是 攻協軌跡 各種的這一種 合眾連盆什麼都來了 更為慘烈 所以 其實首先要徹底的明白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 其實多看看自己跟周圍人的遭遇 就會比較明白 想想我們自己的遭遇 然後看看周圍人的遭遇 其實會慢慢明白 這個是一個普遍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 追求賢財 煩惱不少 而也會帶來不少的問題 而也會帶來不少的問題 而且 還有 所以我們要知道 人生的真正的重點在什麼地方 人生的重點 無非是自己內在的充實 跟這個 家人 朋友 世界的良好的關係 人生就很快樂 人生就很快樂 這個人生的快樂 核心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要去苦求樂 這是去掉我們求富貴的心 你慢慢地 你慢慢地會發言 就是說 我越去追求內在的充實 越去 去經營我跟這個世界的良好的關係 經營這個情感 我人生越快樂 久了久之 你對富貴沒什麼興趣 他真是沒興趣 他真是沒有興趣 他自然就沒有興趣 我意思並不是說 諸位都不能去賺錢 不能謀生 或者不能夠花點心思 經營理財 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可以的 但是 那都是變得 你人生很次要的事情 總之是嗎 謀生總是要謀生 經營理財 有時候需要一下 因為社會變 現在資本主義的社會 有時候人要做點經營理財 但是 只是你人生次要的事情 你說謀生主要 你也可以這麼說 你總得吃飯 但是 不是你心靈的寄託 我內心真正的寄託 還是在我內在的充實 跟這個世界的良好的關係 對不對 親人朋友的 對 世界的良好的關係 這個是要置於大局的 語言 跟語言 老師還有 有時候 在 對於一些 應該幫助的人 應該要捨得把錢拿走 你是不是有時候 就表現得很小心 然後自己也覺得很不理 事後心裡好像也不太開心 可見人自己心裡知道 不小心 要主要才能夠 變得大方 就是你的生命的核心價值要轉移 如果是以自己內在的充實 跟那種情感的美好 為追求的時候 你慢慢自然就 會變得很大方 自然就變得很大方 對我損失 我損失心 那一點不在 也沒什麼感覺 對啊 雖然投資上是 損失了很多 可是 有時候就想說 應該把這些錢拿去 幫助更需要的人 可是在做投資之前 都不會去幫助別人嗎 等到損失以後 才想辦法 不僅投資勢力要大方 不僅投資勢力要大方 更重要的是 施捨要大方 那你會有 有失的心中必然 會有一種喜樂 所以基本上 這是人生的價值的轉 把一種向外的 富啊 貴啊 名啊 利啊 這種追求 轉移到內在的充實 跟世界的一種良好的關係 良好的情感上去 這個人生 就不一樣了 而你內在的充實 是以學為中心 你跟世界的關係 就是以人之為中心 我欲人、私人之一啊 我只要有口氣 我就還能夠學嘛 這個會讓人生充實不已 這個會讓人生充實不已 而且心中是很開心的 而且心中是很開心的 另外 如果作為做經營理財 是可以的 但千萬不要花太多時間 不要做那種投機的事業 常常在那邊看股票 那種不好 投資是可以的 那是長期的 放在那邊去頂他 那種是可以的 這個對於心有怪 你整天去看盤啊 這個東西 人的心都亂掉 那也不好 那也不好 真正的投資 而且那樣的 其實到只有十個人 九個半都是賠的 台灣的散戶 人家說是專門給 給大戶坑殺的 還有台灣的股市 是外國的 外資的提滿機 這個你們應該知道 非愛的 結果 結果那樣子 練那樣用心 最後是被坑殺 其實你要真投資 是長期的 一個你真正覺得 有價值的東西 你放著 你慢慢地放著 心也很安 也無所謂 在現代社會 那倒是可以的 可能是投資 不是投機 好不好 來 蘇漢 你再 剛剛老師 在說明的時候 有提到 你知道我們觀察 你身邊的 四盤有 仔細區 仔細的一塊 對 這讓我想到 就是像 那個數額的 三十五跟 學而的第八 我特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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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而部 學則部 嘛 那數額的三十五 我不會提 會 可能會講到 簡則部 那個部都是 就是 故隆 好像是把自己封閉 封閉住 然後與外界 有一些距離 那以至於 自己就無法成長 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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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有所得的感覺 我的理解是這樣 那 但是問題也就來了 就是說 總覺得自己的 生活當中 好像 有一些時間 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 嘿 有一些時間 會變成 比較 就是 沒有那麼多的體力啊 精力 可以去一直在 觀察周圍的 從周圍當中 學習 所以會覺得 有一點 有一點 不自主的 就是有時候就 就跟外界產生的 距離 那 這種 你有那個力氣 去感覺產生距離 那就應該會有那個力氣 去稍微做一些 改變 你聽到我意思嗎 有的時候 是真沒力氣 那沒辦法 需要休息 你會累了 那 可是 有的時候 確實是 因為自己的心 封閉 封閉了 然後你會覺得 不舒服 我的意思 你既然有那個力氣 你感覺到那個不舒服 必然去 隱含了你心裡 其實還有足夠的力氣 去做改變 你懂我意思嗎 老師 老師 就算每一個字 我都聽得懂 但是 我在想那個 這兩者之間 比如說真正淚 跟其實心裡 有開始封閉的時候 這個分寸圖的 哪有區域 就是當心開始有一點封閉的時候 其實也會覺得自己很累 有的時候是因為累而產生的封閉 有的時候是因為累而產生的封閉 這個事情容易發生 人很累的時候 就想做你舒服的事情 然後就封閉起來 然後馬上就會出問題了 有的時候這個家人就怨了 這個朋友也不高興了 自己事情也做不好了 就提起自己 一定要好好地提起精神來 這是 人容易容易有這樣的毛病 那 因封閉而見的話 這個 其實是一個 屬於 個性上的一個比較根本的問題 也就是說 這個比較不是一般容易犯的事情 而是說 在性格裡的話 可能要注意這個事情 因封閉 而是說 開始覺得累 不過這個在現代也蠻不變的 我知道 因為我們現代世界上 人也常常受不了 想要把自己封閉起來 這到底是現代社會 慢慢也變成一個通病 它本來不是人性的一個通病 但是這會變成現代社會的一個通病 那 我想 我們的重點 不是在分辨說 到底這兩個 屬先屬後後 講的一樣 重點是說 如何讓自己的心 如何能夠打開 如何讓自己的心 能夠打開 其實就是常常記得這個道理 也別無 什麼其他更好的方法 一方面自己 開始有封閉了 不管是因為 累而封閉 或者是因為現在世界很多事情 讓自己受不了而封閉 就讓自己不要封閉 而且有時候隨著年齡人 也容易封閉 小孩子都開放 所以你看年紀越大的時候 他很多想法、做法 就是越來越 越僵固 就很難避免 不像年紀那麼活潑必然的 這個是生理上有一定的陷阱 所以更要提醒自己 總之 學而是其之 就是要不斷地打開 人也是要打開 儒家有兩個核心的教訓 怎麼樣 學 自己內在不斷地說 就是要打開 不打開怎麼學呢 我剛剛 我常常講藍跟綠 這都已經不學了 那永遠已經固定在那個見解了 我什麼出身 什麼背景 就那個想法 差不多了 這就 所以就沒有辦法進步來 另外 人不打開 心 又沒有辦法真正的有仁德 所以他確實 讓你敞開你的心靈 這個功夫就是要不斷地 一發現自己這樣 就要反過來 想要看聖人長的教育 這就是我們的實踐 我跟他的搞好 沒壓力 還有沒有 你如果意思沒有 我們今天就先講藍字 好不好 因為我 有點要趕回去 但是軍 trabajo也不會提算 你可以跟著嗎 謝老師 這是教師